一部影视作品从制作到上线需要设计不少流程 而道具作为其中的关键一环往往决定了作品的质量 但在漫长的影视剧发展史中 曾出现过不少因为道具而发生的惨案 谁能想到剧中的各种恐怖生物并非道具而是食物 又或者演员因道具问题背上骂名甚至陷入危险 这里是瞎谈与子讲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那些曾被道具狠狠坑过的演员吧 许克作为公认的才子 在人才辈出的导演界中 一直凭借雄奇规律的想象独树一帜 与此同时他的作品类型也显得十分多元化 不论是彰显侠义之气的动作电影 还是诙谐幽默的喜剧片 都能让人切身感受到他浓郁的个人风格 1995年他还尝试了一把美食题材 拍摄了电影《金玉满堂》 不料在拍摄过程中意外发生了 当时有一段厨师比评厨艺的戏 饰演黄荣的熊猩猩 双手捧着座位重量级宝布的鱼翅出场 并用嘴在鱼翅上咬了一大口 还连带着撕下了一层丝 看到这一幕的许克当即打惊失色 因为现场的美食道具都是他从饭店接来的 为的是拼凑出一桌效果逼真的满汉全息 而熊猩猩手上的鱼翅甚至还是饭店的镇店之宝 甜酒翅 价格之高自然不用多想 就他咬的这一口少说也值80万 听完许克的话 熊猩猩直接愣在了原地 整个剧场也陷入了一片混乱 不过在2020年的时候 熊猩猩亲自下场辟谣 声称这件事是假的 但实情到底如何 大家也就不得而知了 张一星在电影《一出好戏》里吃的鱼 倒是真的 2018年这部由黄渤指导的喜剧电影已经上映 就收获了不错的票房 虽然有这搞笑片的皮囊 但骨子里还是一出人性悲剧 张一星所饰演的《气修公小星》 就是在接触到种种不公后 黑话暴露了自己阴暗的一面 片中黄渤给他安排了一场啃鱼的戏 起初张一星还以为是吃假的鱼 后来才发现道具组准备的是真的生鱼 瞬间崩溃 自此踏上了漫长的劝说导演之路 先拉黄渤下水说他也得一起吃 接着又自己编排剧本 试图减少吃鱼戏份 眼看黄渤完全不动摇 张一星只能退而求其次 想要点柠檬去去腥味 最后为了呈现出最真实的效果 张一星硬着头皮咬牙上场 拿起一条生鱼就开啃 反倒是旁边的黄渤 被突然发出奇怪声响的鱼吓得远地起飞 吴景妍就更猛了 在古装全眸剧《浩兰传》里饰演女主角李浩兰的她 有一段被蝎子折磨的受苦戏份 在拍摄这一桥段时 剧组采用的并非假道具 而是真的活蝎子 当吴景妍虚弱地倒到地上时 她露出的肩膀部分就被那些蝎子完完全全占据了 场面一度看比惊悚偏 让人不寒而栗 镜头拉近后可以看到她皮肤上出现了不少 被蝎子遮咬而产生的红色印记 一时间引发了广大网友的热议 改据开播之初 大家对她的评价无外乎演技拉垮 和她的大热代表作《沿袭攻略》相比 甚至不禁反退 演《沿袭攻略》时 她至少还有爽文大女主滤镜的加持 表现也算得上中规中矩 但浩兰传里脱离反差人设 她的浮夸演技就暴露无遗了 一做表情便五官乱飞 不过得知她如此拼命地对待这段受苦戏后 不少人都转变了态度 认为她至少在敬业度上值得赞赏 敢于挑战这种可怕危险的戏份 当然更多的还是心疼她的声音 毕竟哪怕没有性命之忧 被蝎子遮咬也是非常痛的 传闻中的陈千千则是采用了活老鼠 虽然该剧以甜宠浪漫著称 但也不乏一些高能镜头 比如有一段戏 是女主角陈千千在武艺比试中 被死对头灵妻狠狠压制 吃了不少苦 事后为了阻止男主角韩硕动手报复 陈千千千显罚之人 想到了一个绝佳的整骨办法 那就是把灵妻和27只老鼠 关在同一间柴房里 果不其然 极度怕老鼠的灵气 当即就被吓得魂随魄散 但其实大惊失色的不止剧中角色 饰演者未笑在拍这段戏时 也是欲姑无泪 惨叫连连 因为道具组准备的是真老鼠 幕后花絮一播出 不少网友在称赞演员敬业的同时 也开始质疑起剧组 表示真老鼠的危险性很大 而且充满了不确定因素 如非必要还是别轻易使用 迪丽热巴也曾被道具坑得不轻 在电视剧《三生三世枕》上书里 热巴饰演的白凤九 是天性纯真的小狐狸 银茶洋醋邂逅了高贵清冷的东华帝君 并与之互生倾诉 作为全剧的软萌担当 热巴有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造型 穿粉色衣裙 数简约发际时情形可爱 一袭白色长衫 又把她的温婉秀气 展现得淋漓尽致 但在一众仙气十足的造型里 有个超小号面具打破了和平 热巴原本是戳了名的脸小 但已戴上这个尺寸离谱的面具 不仅奇奇怪怪 美感全无 脸也直接大了好几圈 躺下的时候就更夸张了 盛世美颜秒遍不知名路人 明明是撒糖桥段 观众愣是跳蜅的搞笑片 完全不忍之事 甚至还有人因此产生了 这究竟是不是替身的疑惑 更连大家不满的是 这不走心的道具 偏偏只用在了热巴脸上 他在集市上拿到的 火力面具和东华帝君所戴的面具 都精致考究 特色鲜明 并且比这好看无数倍 于是乎 剧组的专业度成了一大争议点 被无数网友无情吐槽 五妹娘传奇的浮花道 也没能尽如人意 这部由范冰冰主演的古装剧制 一经开播便取得了不俗的收视 片中极尽华丽贵气的浮花道 也令无数观众大为赞叹 但就在该剧放映17集后突然停播 一时间中午说纷纭 虽然电视台给出的理由是技术问题 但从复播后有所改动的画面来看 因尺度过大而回炉重简的说法 可信度更高一筹 其实早在该剧上线之初 就有不少人对剧中一众女性角色的造型 爆发过不满 虽然演的是唐代故事 但开放不等于露肉 剧中的漏板球服饰看起来更像是在打擦边球 重新上架后的五妹娘纯奇也没能碎观众院 但凡有女性角色全裙装的完整镜头 全部一剪眉 画面仅呈现远景和肩膀以上的近景 宛如行走的大头贴 观感直线下降 冯起洛阳的道具组也是个不省心的主 在该剧热播期间 服装装饰设计师石家染 通过社交账号发文指责该剧抄袭 成剧中白脸红翼和柳然大婚时的道具团扇 是自己的原创设计 并晒出了剧照及其作品的对比图 随后 剧组和片方先后发文回应 公布了制作流程和细节 表示是道具团队在搜索素材环节不够严谨 除了查错 误把流传广泛的原创图样当成了固定制式 没有进一步追根溯源 这才导致事故发生 对原创作者的权益带来了伤害 虽然石家染对剧方诚恳的道歉予以了谅解 但饰演白脸红翼的王一博和饰演柳然的宋毅 还是不免遭受牵连 原本甜蜜的大婚桥段 从此让人心生隔阂 余梦龙的遭遇就更令人后怕了 2020年 他带着新作《两世欢》强势回归 凭借足之多谋的景辞一角全粉无数 但在拍戏过程中却发生了意外 当时余梦龙不慎被道具伤及眼睛 血流不直 只能无力地弹坐在地上 全程表情痛苦不堪 张静拍电影《黄飞红之英雄有梦》时 也曾在一段武打戏里被刀把伤到眼睛 虽然伤口在眼皮上 但看起来还是非常吓人 好在伤势不算太严重 张静也在及时处理后 快速回归拍戏状态 后来采访时他坦言自己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 希望自己的眼睛不要瞎了 如此真实的心声足以见得他对演戏的热爱和敬责 令一众网友深受感动 成龙因为道具而闹出的乌龙就比较大了 早年他在《摩洛哥》拍摄《飞鹰计划》时 剧组因为电影中的必需情节制作了假钞道具 但后续监管不力 导致这些假钞流入了当地市场 于是警方经过查证后 将目标锁定在了剧组头上 当场带走了成龙和电影制片人 没收了电影胶片 成龙还算幸运 被盘问了一番就释放了 制作人就比较悲惨了 吃了整整三个月的老饭 不过被道具坑得最惨的 想必还是李小龙的儿子李国豪 1993年他在拍摄电影《乌鸦》中的一场决斗戏时 被道具枪赏极要害 救治无效 终年仅28岁 最离谱的是 片方对于假枪成针给出的理由是 因为资金有限 道具组直接将真子弹改造成了道具子弹 最终酿成了这一惨剧 不论真相究竟如何 道具组的粗心是既定的事实 也是令大众一片哗然的重要原因 如此看来 不少演员都曾被道具坑过 情则受惊 重则陷入危险境地 而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道具组不够负责 作为一部影视作品的把关人物 道具组理应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 一再小心谨慎 避免无望之灾 虾米浆们 你们觉得哪位演员的经历最令人意外呢 你们还知道哪些被道具坑过的演员呢 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想法 关注点赞我 这样子为你带来更多有趣盘点 我们下期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